要你很簡單概括幾句 說一說歐洲跑車近十年的發展 你可能會說 你有沒有再高難度一點 一點都不難的我示範給你看 估計轉得Turbo好勁了辣了 波箱轉得快了 還有車廂大了好坐了舒服了 如果我要拍車廠的馬屁 當然有讚沒有彈 但事實大家都知道 以前的車比較小 有自然吸氣引擎 又有棍波 好駕駛一點好玩一點 例子好的其實有不少 包括今次這部保馬Z4M Coupe 第一代保馬Z4是一部相當好駕駛的車 即使是當年的入門級別 即是香港的2.5公升直錄的版本 已經是相當快的 如果你是選擇3公升的直錄 六速運波板 更加快到有些人不怕 阿陳你沒有誇張了一點 S54系列30型的直錄機器 最大馬力只有231匹 有多快 你不要點我 點你就不敢 一部車有多快 其實不是只看它的引擎有多大馬力 又或者只看0至100公里加速時間有多 還要看它的底盤、懸掛、轉向 以及引擎聲 尤其是自然吸氣引擎 很巧妙地 亦都很恰當 將這些東西混合在一起 令你駕駛的快感 可以佩戴很多倍 做得到上述這麼多點的那些 就真正是好東西 而2002年發表的Z4 正正就是這一種車 寶馬在2005年追加了 Z4的Cope 和Z4M的Cope 無論應不應徒 Chris Bango 和它的設計團隊 在這輛車上所花心思 Z4的Royster 始終是一輛很瀟灑的開篷車 Z4Cope和Z4M的Cope 的確有點不同 它有個硬頂 背部一九九 好像中樓陀俠一樣 我可能和你一樣 在那一期的德國雙座位跑車 我是987 Cayman的粉絲 相對比Z4M 相對比Z4M 是少些人會喜歡的 但是這麼多年之後 再看回這款車 可能因為自己的年紀大了 其實只是老了 看的車多了 越來越喜歡 Chris Bango 的設計 我覺得它的設計 它的設計 它的作品 它的車身線條 很特別 布局也很有個人風格 不知長遠 你喜歡這種設計 對得久之後 會否提升到個人品味 這些就要看自己做法 Z4有這麼多級別 這麼多車型 為何要選擇Z4M Coupe 來介紹 純粹是因為我個人的喜好問題 有些讀者可能覺得 為何要找一架Z4M Rosa 不好意思 我這次比較懶 Z4M Coupe 表面上只不過是多了一個頂 但其實 無論是我覺得 有些寶馬的忠實粉絲 都知道這兩部車 其實分別相當大 Z4M Coupe 因為有車頂 所以整體車的光性 比開篷板高了2.2倍 另外 我最喜歡它 就是它的軚感 非常豐富 你如果駕開 E46 M3 Coupe 已經覺得它的軚感很棒 那你一定要再試試 這個Z4M Coupe 真的有種天外有天的感覺 Z4M Coupe 另一賣點就是 它車頭這副S54系列的B32引擎 它的容積是3.2公升 直錄自然吸氣 配搭配Double Reynolds系統 油門是5x wire 引擎的中鋼很特別 它是採用所謂灰鑄鐵 Grade Cast Ion 去製造 所謂灰鑄鐵 好處是 它先天上對於抑制震盪 它的功能是很好 在這款港球高轉的自然吸氣引擎 這種配搭就最適合 它最大馬力有343匹 在7900轉時輸出 封直扭力有37.2KGM 在4900轉時輸出 六前速的手動波箱 沒有什麼特別 要用文字或者很多口水 去形容這副引擎有多好 其實是浪費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副寶馬的直錄高性能自然吸氣引擎 是非常棒的 它是近代寶馬自然吸氣引擎的經典 它除了那把聲音夠紅運之外 其實在中高轉是相當響亮 很多人以為它是高轉型自然吸氣引擎 平時肯定要下下取得盡 其實不是的 它的低轉表現 你想像不到它其實扭力挺好的 在現在大約2000轉以來 五六波順著走 其實都很輕鬆 始終它的容積 基礎有3.2公升 扭力一定有回不上 所以車重接近有1500公斤 1495公斤 它在靜止加速到100公里 時速100公里 只是5秒 這樣的性能表現 我覺得在2017年今天 其實仍然是相當吸引 講講操控 剛剛提及過Z4M Roadster 和Z4M Coupe 它們的操控 意想不到 原來都幾大分別 前者 其實駕駛很舒服 亦是容易駕駛 但是入彎的積極性 明顯沒有這部Z4M Coupe 那麼好 但是Z4M也有它的缺點 就是它的懸掛調校 比較硬一點 好處就是 入彎的時候很駕駛 但是有時候 你如果狼死了頭 在一些比較乾爽的道路 或者跑道 你轉動得太駕駛 那條尾部 都會走得挺緊要 如果在香港 比如說你有一些 剛才我們去過大帽山 你駕駛得快一點 尾部真的會整份搬 所以在配這部車胎的時候 你要很小心 當年這部車新出的時候 它就是 在寶馬那一期 就很流行配一些 叫做 Run Flat Tide 那麼 Ride Quality 和 在比較彈跳一點點的路面 我覺得這部車 都頗危險 要駕駛得快 但是因為現在 過去十年 輪胎的科技 實在有了很大的進步 今次這位車主 他配這個 Mitchlin Pilot Sport系列 其實油韌度已經好很多了 你自己再去考慮一下 今次再駕駛Z4M Coupe 差不多今天到現在也有大半天 我覺得這部車真的非常特別 傳統的告訴我們 寶馬配直錄機器的雙座位跑車 車頭很長 一定在入彎的時候 好像有些老前輩所說 你呢 要駕駛到車順順 才好轉動 這套在這部車 當然也適合用 但是你駕駛久了之後 你發現 Z4M Coupe 它完全不像一部 車頭很長的雙座位跑車 感覺就好像一部 F-R佈局的鐵背車 車頭很短 全部東西的重心 都好像在你身邊 這個感覺很過癮 我希望你有機會試試 Z4M Coupe 在購買的時候 有什麼要留意的話 我會在內文跟你說 說多一點簡短的資料給你聽 Z4M Coupe的生產年度 只有三個 06、07、08 總產量大約是4900多 當中只有1050部左右 是右軚的 這一部不是香港車 是來自日本 香港當年的售價 我印象中 大約是由76萬開始 一路賣到最尾期 都接近83、84萬 由於這類車 當年香港的配額 是相當有限的 我現在都很難給你一個 成交的參考資料 但是我們認識一位車主 他大約在2011年的時候 在香港買了一部 當時 這部車的年份是2006年 這部車都不錯 挺帥 我開過一下 他的成交價大約是30萬左右 由於香港這類 這部車的放盤很少 有些都去英國 又或者好像這部車的車主 他就在日本買回來 這部車現在的 累積行駛理數 大約是32,000公里 算是很低級的 而且車廂內的 車廂也很好 座椅很新 駕駛、鐵製、波棍等 當閘也很緊致 如果要買到這個級數 在日本要買到這個級數的車 大約要四百多萬日圓左右 如果回到香港 如果要買到一部 至少要四十四、四十五萬左右 我認識一條肥仔 他和我年紀差不多 他經常都背後 一位叔叔的另手 一部E46 M3 Coupe 等了很多年 頭髮都白白 都疏疏 好像我一樣 計我說等什麼 一於買這部E86 M3 Coupe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